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时亚力自己也学会了母亲的儿前说话 学会在母亲的儿前说话 让母亲感受到她声音时的震动 并借此与她沟通 要是我不理埃利贝卡时 她也会做类似的事 另一件对亚力的人生造成重大影响的事 就是她天生的创造能力 在少年时期 贝尔就发明了小麦的去骨系统 但这让我想到在年轻时 我们都会做疯狂的事 此外 在她的兄弟梅尔维尔及爱德华的帮助下 她开发了一台自动机械 只要从风箱将空气送入机械 并操纵机械的嘴唇 这台机械就会说话 贝尔兄弟们可以让这台机械 清楚发出简单的智慧的念法 例如妈妈 你还让我赋予书要耐的性子 看完太难了 为什么以前的人都比较全能 现在是不是分领域分得太细 由于贝尔如此才华洋溢 因此她获聘前往苏格兰的韦斯顿大宅 在那里担任教导朗诵及音乐的私塾教师 但在同一段时期 她的家人们也搬到伦敦居住 而直到1867年 爱德华因外费结核过世后 雅丽才到伦敦与家人同住 居住于伦敦时 雅丽进入伦敦大学就读 并为她的父亲工作 当时她为人们提供言语治疗 并证了他们学习她父亲的音标祀母 看起来就像是为刺客制作花架的小工具一样 虽然历史上记载了那个非常奇怪的自动机械 但她与雅克及音韦弗莱之间的互动圈之字未提 应该要记载才对 无论如何当梅尔维尔也跟她的兄弟一样 因为也和过世后 雅丽跟她的父母们在1870年搬到加拿大居住 雅丽自己也有病症出现 但感谢上场她不但病好了 且继续发明了许多物件 其中一个就是像现在智慧型手机的原始版本 智慧型手机的原始版本 那是什么东西啊 啊原本的手机哦 我看到这里才知道 借此缅怀她的贡献 如果有人敢不畏贝儿的死亡感 而敢伤落泪 关闭她的电话线路就好 西敏区英国国会大厦 国会大厦又称西敏宫 这栋建筑是最早的皇家寝宫为基础 加以兴建并改造的 国会大厦中的大厅是仅存的宫殿遗迹 自作宫殿是由威廉二世在十一世纪末所建造 旧宫有四百年以上的时间是皇家寝宫的所在地 直到亨利八世在1530年翻遷到怀特霍尔宫为止 之后旧宫成为了英国国会 两院的永久所在地 在下一院及上一院 说起来亨利八世与天主教教会的关系 用动荡不安的形容还太过保守了 这就好像是在说1940年代 英国与德国的关系是有点紧张一样 与教会的冲突让国王的律师们难以工作 而他们因此安顿在旧宫 并将这栋建筑作为法院的所在地 曾有两位众所周知的名人在西敏宫受审 其一是盖伊福克斯 他是狂热的天主教徒 试图在1606年炸毁国会大厦 我不知道这是谁 没有听过 其二是英王查理一世 他在英国内战的高峰期 因为叛国罪而受审 最终遭处死刑 1812年英国首相斯宾塞 伯西瓦尔在下议院的大唐遭到刺杀 他是神殿骑士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